说发文哦 那么昨天是他 最后一次到中天新闻台录影 那么听到他说再见的时候 工作15年的伙伴都忍不住掉眼泪 而许多中时观众也留言感叹 一个有世界观的节目就这样结束 真的很可惜 听到这个片头曲 观众都知道陈文倩来了 在中天新闻频道伴随大家15年 没想到竟然因为换照遭NCC驳回 不得不向观众道别 陈文倩在脸书上碰文透露 听到他说再见时 摄影棚工作15年的伙伴 忍不住掉下眼泪 网友也有感而发在底下留言 有人说不敢相信 世界周报与我们道别 竟然是因为一个 以民主模范自居的国家政府机关 关了新闻台 另外一名网友则复刻说到 这样的台湾和失去民主 语言论的香港又有什么不同呢 道别很难 依依不舍 谢谢所有的观众 晓文倩节目一个团队 中天新闻台一年就投资 超过3000多万经费 目的就是打造出 全台最优质的国际新闻 数年来累积出大批重视观众 今天首播的日子里头 美国正发生100年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 我们见证了Katrina风暴 倒闭的很可能是全球最著名的银行之一 Limon Brothers 也预言2008年金融海啸 15年来累积出大批忠实观众 但NCC无视中天新闻制作节目的用心和口碑 决定不予续账 不但导致中天新闻被迫关台 员工工作权益受到冲击 现在就连收视全国第一的招牌节目也被迫结束 对观众收视权益造成重大伤害 解陈若仪 赞后报道 感谢观众